松原美味的糕点呢好像一直以来都是与素食者无缘 不过呢现在他们也有口服享用同等美味的糕点 在雅加达的北区呢就有一家素食糕点店 我们赶紧去看一下究竟有多美味 大家应该同意蛋糕是多数人喜欢的一种甜品 但是对严格的素食者来说 蛋糕只能欣赏不能吃 因为蛋糕里面含有是鸡蛋、牛奶、牛油等属于动物质食物 现在素食者不用对吃不到蛋糕而相信了 因为我们在雅加达北区找到了一家特别出售素蛋糕的蛋糕店 这家蛋糕店完全使用植物材料来直说蛋糕 收到了很多素食者的欢迎 我是野菜人 而且它很难够吃这种蛋糕 我试试了,它很美味 因为是素的蛋糕 所以就使用芥花籽油来代替牛油 而为了确保蛋糕不含化学原料 做蛋糕必有的把粉以苹果圆浆来代替 甜味取滋红糖 但是针对糖尿病患者 他们使用的是墨西哥龙石兰油 该蛋糕店提供各种各样不同口味的蛋糕 巧克力蛋糕是最受顾客的欢迎 做法很简单 把原料小麦粉、可可粉和香草粉倒入大碗中搅拌均匀 加上芥花籽油、清水、苹果圆浆 再次搅拌至粉浆光滑 之后弹在烤盘里 放入温度170度的烤箱中 烤40分钟左右 缺出冷却之后 就可以随心装饰 Cake kami disebut healthy cake karena disini kami menjadikan cake untuk bisa diabetic friendly kemudian untuk yang gluten free sehingga cocok bagi anak-anak autis maupun orang yang alergi gluten kemudian juga tanpa telur, tanpa susu sehingga cocok bagi orang-orang yang alergi susu alergi telur dan juga bagi orang-orang yang menjalani pola hidup vegan sehingga semua cake kami itu tidak mengandung kolesterol jahat dan semuanya low fat, low sugar 树蛋糕的口感和普通蛋糕差别不大 因没有食用鸡蛋作为原料 所以蛋糕比较耐久 若放在冰箱里可以保留7天 树蛋糕也算是一种健康甜品 除了幸福的素食者 也深受了不少重视健康的民众的欢迎 为了更满足顾客对甜品的需求 改蛋糕店还是做出了其他素食点心 如松饼、杯形蛋糕、取季饼等 观众朋友们这种没有用饭做的蛋糕的味道呢 和平常我们吃用饭做的蛋糕的味道 根本没有什么差别 当然呢就是因为原料比较特殊 所以价钱会贵一点 但是为了健康 花比较多一点的钱 当然很值得的哦 每个新闻中心 连阿丽丝亚采访报告